Absen的1010好了 那我们接下来就是直接在这边按下一页 下一页之后的话这边就输入就是Absen的名称 Absen 1010好了 然后按下一页 下一页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就是 这个地方呢 连接的部分呢特别注意 比较会有问题的 与本期连接这个地方 然后呢这边就有一个地方 他应该要有一个连接的一个连接户 不过这个地方他没有出现 理论上应该这个地方会有一个 连接户会出现 那你按下一步他就会直接会 会出现在这个地方 那到时候应该会有一个连接实体的 会有一个print port可以选 那这边应该因为没有 所以就没有办法再选后面的部分 那到时候考试这边是会有的 好这个地方的话是 印表机的设定 印表机的设定 那最后就跳出来就可以 那再来的话呢我们要设定所谓的那个 使用者 U01 U02 那使用者的设定部分的话呢 一样在系统设定里面 系统设定里面呢有一个叫 使用者 与群组 使用者与群组 那因为我们要新增 U01 U02 所以这边这边的话呢 进来之后呢你找得到 就可以知道这边有一个叫新使用者 这边新使用者 点下去 那目前有个 C01 那假设我要再新增其他人的话 就 U01 有没有 然后呢他的密码的话呢 假设是 P123456 再一次 P123456 按一个确定 这样就可以了 那一样在新增 这个 U02 然后这边的话呢 密码 P654321 P654321 按确定就可以 这样的话呢 两个使用者呢 都会被建立 被建立 好 接下来的话呢 我要针对不一样的使用者 去设定那个桌面 跟荧幕保护程式 桌面跟荧幕保护程式 所以呢我这个地方呢 必须要做一个 登出的动作 登出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必须要做一个登出 这个帽子 登出 那登出之后呢 再去选不一样的使用者 不一样的使用者 好这边的话呢 我们把它登出 再来呢 就输入U01 这个账号输入 U01 Enter 密码的话 直接输入 进到这个画面之后呢 我们要怎么样去设定那个 我们的桌布 那桌布呢 很简单 跟那个XP是一样的 直接在 好那再来直接按右键 就会有个叫 设定桌面的选项 设定桌面 然后呢 就针对这个桌面 我们去做一个设定 就选一个桌 就可以 这边就有一个所谓的 我们可以设定的那个桌面 这个桌面的话呢 可以看到这边有个叫 桌面 我们 背景 直接背景的部分 那假如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要更改 那更改的话呢 在这个地方的话 可以去设定别的 好这边可以更改 假设说呢 你要换一个桌布就可以 好那 U02也是一样 U02也是一样 再来的话呢 直接干脆呢 在这个地方 就可以选择 螢幕保护程式 一样可以从这个 这边去做一个设定 好比如说你要哪一个效果 然后呢 停的时间 只要不一样就可以了 好然后 可以按测试看看 那确定没有问题的话 就按 确定 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了